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车行情开始之后其加速猛猜急煞逼使乘客下车 当事人站先生表示事后已经当场报警 视频信息显示涉事出租车为广州明通出租车公司运营 因为距离太近做到司机黑面甚至故意闹路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白云站出租车上车点搭乘出租车 记者表示要前往3.7公里外的某小区的时候 出租车司机显得有点不乐意了 虽然有点不情愿 但该名司机还表示 如果记者坚持要搭的士也是没问题的 启程之后这位司机大个开始向记者吐苦水 他表示因为今天是休息一 生意并多 所以过来白云站 看看有没有长途客 紧紧排队到上车点就用了4个小时 另一名的哥听闻记者前往距离白云站 2公里外的一个小区的时候就没那么友善了 最终改名司机拒载记者在后客通道旁 有工作人员职守 其直见这种拒载现象并不算罕见 也能理解吧 毕竟他们就是说排了那么长的一个时间 肯定想要接一个远一点的 比如说从机场到市区 赚多一点钱 大家都是为了生活吧 你会觉得影响咱们的心情吗 出行的 会啊 因为很着急 你要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会影响后面的行程 记者查询了解到 比如白云机场 此前也多次被媒体曝光类似问题 为了改善该问题 今年2月2日起 白云机场短途转车服务保障市运营啟动 设置了4个上客点 为前往白云机场附近15公里以内目的地的短途乘客 提供兜底运输服务 据部分车队负责人反映 截施实行以理 投诉迅速降渡令 效果很明显 相关企业又为短途专车的司机提供补贴保证收入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就是说分开短途和长途的这一个地方 好的东西就互相借鉴嘛 可以的 司机的话它可以更快的借到单 但乘客和司机他们的沟通方面也会减少他们的纠纷 大家的效率会提高很多 短途不接 挑肥减瘦 出租车司机都说自己有难处 但又知不知道为乘客做成了非常不好的体验呢 而且愿意发生在这个白云站里头 令到刚落高铁、火车来广州的旅客的感受又是怎样呢 他们怎样想的呢 要道着这种乱象 除了交通部门应该加强违规的惩罚力度 消除不良的影响之外 在司机的管理方面 其实此前有关单位已经率先试行短途专区 效果也挺明显的 投诉量也是罩减 我觉得各大客运平台也应该借此机会 互相学习一下 借鉴一下管理方法 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也可以试验司机和乘客上赢 好了 再来看看这条料 6月7日中午 东莞常平唐角村 发生在货车撞倒线南交通事故 周边多条通讯杆被拉断 什么环境呢 有没有弄傷人 曾小弟弟 视频中一名男子抬头望着眼后 快速向室内闪避 一面之后 整群的电线就向下跌落 用于固定线南的通讯杆 亦都断裂倒塌 摘在旁边的面包车 这一幕就发生6月7日中午11点半 东莞常平唐角村内 一下子听到很大的声音 就砰 我以为崩溜 然后我没有外面看 就点击几条洞就扎向我的餐厅幕后 那个富贵车的车头顶那里 就挂着那条线 那个富贵车就不足了 侯景商户门查阅监控视频 判断在一部大货车撞到线南 有个大货车要开到那个路口下去 可能货车比较高吧 挂到那个电线 然后就把电线砸下来 就后面就那电线掉了一半 昨天他们村里面的已经派人积极处理好 这些线已经全部放到地板 让我们做生意的比较方便吗 记者经过走坊 是得出了这次事故的大致过程 就是当时一部大货车 准备在这个路口右转进入唐角村 但是它的车顶是挂倒了 懸挂空中的网栏 导致左右连接着的电线杆都被一起扯断 其中一个电线杆掉下来的时候 扎倒了停在人行道上面的面包车 还有电线杆是扎倒了茶餐厅的招牌上面 到了今天这个电线杆还是维持鸯 还有一些网栏懸挂在半空当中 有些网栏跌到地面 影响了延街商务做生意 有些人以为我们发生什么事都不敢来 网栏都累了 昨天都搞了 但是一六月明天都没眼泪 一位指情保安表示 其实这件事不能完全怪货车司机 因为在他撞到线杆之前 在6月7日凌晨4分 就有另外一部车才撞到通讯杆 导致线杆的高度降低了 昨天晚上三点多钟 凌晨的时候 把电线装弹了 装弹后就这个线搞下来 把这个货车 这个车不撞了 你看 那货车没看 可能就开过来 又把它撞一下 今天众记者向唐国村村委会咨询 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真实情况和保安人员描述基本相同 据悉村委是当日凌晨就发现了抵起事故 并且一部交警处理 同时也联系上通讯运营商到场维修善后 同时也联系上通讯运营商到场维修善后 没想到在此期间又发生了第二次事故 6月8日 通讯公司对跌路线栏做了初步处理 在雨势变势之后 施工人员会继续维修通讯杆 原来前面一宗事故间接造成了后来的事故的发生 幸好两件事故都没有整齐人 接下来就要麻烦通讯公司 尽快安排工人来抢收 消除对沿街商务的影响 再发三网吧 最近我们接到 这个信德容里村闻南街多位住户的报料 就说他们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开裂 傾者住怀和抗建校舍的工程有关 到底是否这样呢 小主演 姐姐姐 记者来到信德容里村闻南街走房 记者看到游跌房屋出现了长体开裂的情况 游跌日扭房屋场面 疑似发生了五度左右的倾斜 倾斜的间隙大约可以容纳记者的半个拳头 住户介绍 尚述变化都要从旁边的 容里中学校舍抗建说起 项目业主施工之后 曾经多次委托第三方鑑定机构 对附近的居民房屋进行检测 检测发现 该建筑物局部位置 存在新增长体列放 新增阳台批档跌落的情况 但记者注意到 上述检测报告 并未提及造成新增变化的原因 还有业主带着记者 去到了一处门贴着 危防纸条的建筑走房 此处杂草重生 看下已经有一定历史 业主表示 此前这里是租给他人居住的 自己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在这边生活 但是最近发现 这里的房屋裂缝变大了 他也不敢继续出租 记者目测出现 长体开裂情况的房屋 距离新建学校宿舍距离 从30米到近100米不等 有住户表示 他们此前曾经联系过居委 一起和项目司工方有过多次沟通 但始终都未能够达成一致方案 有律师分析 结合村民现有的房屋鑑定报告来看 属于房屋损坏情况鑑定 但是并没有对成因进行分析或者鑑定 对此记者找到项目司工方 中野建工有限公司了解情况 项目经理介绍 该项目为中学宿舍建设项目 2021年11月进场施工 于2022年1月底完成基础施工 为避免震动沉装对周边房屋的影响 他们采用了静力压装的方式来施工 掌经理认为他们施工打装离居民区的距离 已经超过了国家规范标准 目前大部分居民房屋裂为批档开裂 和该工程施工无关 施工期间 建设单位仍保持对周边房屋的影响情况 进行监测 并聘请检测单位在开工前、完工后 对周边房屋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暂无法证明 房屋开裂为施工所致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联合相关职能部门 多次进行积极协商 出于社会责任 同意无常对有诉求房屋开裂部分进行修补 目前正同房屋业主协商 从目前情况来看 还不足以证明房屋开裂 倾斜和这个工程有直接关系 但是眼见居民房屋 确实存在着开裂的现象 那能不能住人 也麻烦相关单位加强居民的沟通工作 给予指引 发现房屋有安全问题的 应该如何处理 说到底不是所有人都清楚 今天是2024年广东高考的最后一天 考生门终于可以解放了 因为考试科目不同 有同学中午就已经考完了 马上放飞 现场情况如何呢 逢先看看 好像也没有特别紧张 每次回去都问他感觉怎么样 都还挺开心的 我觉得我现在就很放松了 这么一举多亏 说过累累 各种祝福都已经安排上了 现在是中午的12点钟 记者是来到广州7中 这边 距离地理科目考试还有15分钟 我们看到在校门外边已经站满了家长 经常有家长拿着一束花等待 其实今天高考第三天的早上 主要是考化学和地理 如果考生刚好选了这两科 今天中午他们的高考之旅 就可以正式收官 人群当中有亲友穿上了 准备三个月的服装非常抢眼 她说一头红发 予以红运当头 中12点15分零声响起 在校门外 记者已经听到 从里面传来的振振欢呼声 对于部分考生而言 这一刻真正解放了 过年了 过年了 来来来 一纸高中 受过雷雷 我感觉要放假了 非常兴奋 要去上K了 是准备了多久了 这个是 世谋已久 可能两个月前吧 累 快快快 来 虔诚素敬 不敢说 只能说 正常发挥吧 是准备放假了 有什么计划吗 想去旅游 下海吧 我猜到了 但我不说 为你来说 我就知道 但我不说 喜欢的游戏在那里 看着同学闯过人生中的重要一关 家长老师都忍不住流泪 六年级到现在 成长 看到好像栽种一棵树 看着它大 好像刚刚考虑一次 普普通通的測员 有些开心 不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 是否觉得有点不太真实 是 之后下来有什么计划 染头发 出去玩 然后打游戏 打游戏 今天哭呢 染头发 染什么色 想染蓝 蓝色 妈咪不备 妈咪不备染花 可以可以 最重要 辛苦了 辛苦了 这几年事实上真是辛苦 都可以放飞 成熟了 我觉得是一个人 真正的成人 挺好 真的要自己经历 是 很厉害 很厉害 今天下午6点15分 最后一波生物考试也已经结束 目前各地已公布 今年高考成绩查询时间 预计将于6月25日左右公布 教育部门也提醒 考生们应謹慎保管个人准口证号 登陆密码等重要信息 避免个人信息泄漏他人 防范不法分子 侵犯个人权益 奋斗了这么久 终于可以和自己的高中 画上完美的句好 轻轻放松一下出去 happy 未尝不可 不过 之后还有高考的成绩查询 自然填布 录取阶段 所以各位考生家长 还需要注意 也追求各位考生金榜提名 去到心仪的学校 端家琪市民出游疫情高涨 同时外地过来广东旅游的旅客 也逐渐增多 据悉 六路航运口岸军营 双向客流高峰 深圳边检总站预计 端午家琪全市日军出入境 人数将达到82万人次 这个客流封值或将突破86万人次 谢谢 后上10点 香港西九龙站内 已经汇聚了大批旅客 很多内地游客 趁着家琪前来香港游玩 也有不少香港居民选择假期 返回内地探亲 据西九龙边检站预测 整个端午家琪 口岸出入境旅客人数 将超过28.5万人次 端午期间 西九龙边检站 采取了三分客流疏导策略 首先是分区导流 其次是分时切换 按照不同时段的旅客类型 即时将部分快捷通道切换成手动模式 方便已办理快捷信息备案的旅客通行 最后去分道查验 确保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 不超过30分钟 除了铁路惯好 深圳其他六路口岸 也迎来了客流量的上张 在罗湖口岸 不少旅客带着全家过关出游 据初步预测 6月8日至10日 3日时间 经罗湖口岸出入境的旅客 将超过65万人吃 截至下午3点 罗湖口岸出入境11万人吃 其中入境7.5万人吃 出境3.5万人吃 在罗湖口岸远处的商圈 商家们也做好了迎接客流高峰的准备 受近期多国免签政策 以及24小时直接过境 免办查验手续等一系列便利中外人员往来的措施出台 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持续攀升 根据预测 端午节假期 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 约4.8万人吃 出入境客换航班约290架次 小长假大家都想出门 咬哒咬哒咬 但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只关重要 同时记得买好返程车票 机票不要忘记 后日 后日要上班 再到中山好吗 有三角镇街坊和李布里 就在当地进源路上路面 出现了凹凸凸凸凸凸 好像有很多炮弹坑 经过的车辆行人都觉得非常危险 路这么难没有人弄下的吗 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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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发中山三角镇的进源路上 只见路面接连出现多个深坑 有车主表示 这些坑洞大小不一深浅不均 手又不注意便会撞到底盘 其实飞机动车或者步行的街坊 就容易因路面不平而跌地 这么深的坑洞 飞起来的 爽啊 像做挖椒一样 行了 我要接个人了 开车车怎么样 开车车怎么样 开车车 走到这个路 我都不来了 往这边从那边走 就是开不快 而是底盘的发烂那种 边前的就很大层的 下水有坑 那你开车要避养 那些车都不太好走 这边路面坑洞洞洞洞 开车过去 基本上都是很慢的时速 过不了 你要是骑单车的话 肯定会摔倒 现在我们开车 来到了三角镇的晋元路 这里 看看前面的路 真是难到不得了 路面有几十个炮弹坑 哇 我们在这儿开车 哇 根本驾不快 整台车涵后 街风透露此前 两个路段开始施工 加上近期雨水较多 车轮反复硬压 導致路面泥土鬆動 繼而形成炮彈坑 除了記者聯繫上該路段的施工負責人 對方表示今年3月起 進沿路開始升級改造工程 長度約1.5公里 其中包括對道路 排水 燃氣 消防等工程的建設改造 同時施工開始後 途經重型貨車較多 部分路面被壓爛 繼而出現行動 同時施工方還表示 他們將加強施工現場的管理和監督 確保施工質量和進度 預計該路段的升級改造工程將在年底前完成 延遲了一點 合同工是8個月 是12月18日 應該的時間差不多跟上 這條路真是爛得我們不敢恭維 真凳每天經過的街坊 真是心慌慌 搞得像道劫 過又不是 不過又不是 而且這段時間是雨鬼 那些粒粒粒粒積水 積水粒粒積水車輛 經過更加麻煩 雖然整體修復工程要持續到年尾 但施工單位你有眼見 一個粒粒粒粒就這樣放在這裡 必要的修緝工作不是困難吧 孖手有人被這粒粒粒粒的桶 弄傷或是卡住 又或者弄壞別人的車 那就更加麻煩 好了 踏底廣州的資料 最近有監方反映就說 在這個天羅蠟礁附近路段 有大量的自來水從沙井蓋裡頭反湧上來 附路的路面都水浸 影響到來往的車輛行駛 到底是甚麼環境 為何會反湧得那麼厲害 小優弟弟 這台粒粒到中山一粒粒這段庫道 有幾個沙井蓋是湧上來的 好像噴泉一樣 那些水看起來好像很乾淨 不知道是不是食用水 弄到整條庫道倒了 據悉上述視頻的網友 在昨天中午上傳到短視頻平台 今天中午時分 記者來到上述視頻當中的路段 可以看到目前這個路段 是有積水的情況 積水的區域裡面 已經是用警戒線 高筒圍了起來 前方也放置了一塊警示牌 提醒前方施工 車輛要減速萬行 我們留意到 其中一個寫著 廣州水務雨水的沙井蓋裡 是不斷有水反湧上來的 我們也觀察到 其中幾個孔 已經是被一些異物堵塞住的 這些反湧出來的水 是有一些黑色的漂浮物在裡面 我們在現場聞到 這些水是散發出一陣異味 有街坊表示 那路段一落雨就會有積水 沙井蓋反湧的情況 已經存在多時 下一點點就冒水了 都有兩年了 兩年的時間都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下大雨這個肯定就比較多了 它這個水是不是水管冒出來 我們也不清楚 但是平時不下雨的沙井 沒有看到 不愧是從地下冒出來 這種地下水的話 有可能是污水 我們觀察到該路段為單向 雙車道由於積水位置 已經圍了起來 車輛在行駛到該區域的時候 要左轉駛入同一條車道 導致機飛運行 也有部分電動車無事提醒 照樣駛入積水路段 導致積水彈到人行道上 污水的味道都會很難聞 平時沒有冒水就不圍 但是像冒水圍起來也是一個方法 但是還是要趕快處理 要不然開車也稍微影響 走路也稍微影響 記者將該情況反映給相關部門 工作人員回覆稱 因為近期長時間強降雨 管網運行水位高 受此影響出現短時井蓋冒日情況 目前該處井蓋冒日情況 已得到有效控制 每次有積水就用雪糕桶圍在身 街坊是可以逗路 但是這個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而且情況持續了兩年 這麼長時間都找不到原因 這邊的道路又窄 而且機動車、飛機動車 又運行的再加上積水 真的很容易出現交通事故 希望有關單位引起足球的重視 盡快找出問題的關鍵所在 徹底搞正好嗎 好了,就是佛山蜂蜂 最近有佛山南海上臨一品小區業主報料 就是小區的電梯頻頻出現故障 還有一部長期罷工不做事 電梯不用難道拿來擺? 李曉欣,看看 南海區單造鎮 尚臨一品的業主表示 最近小區內的多台電梯 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問題 譬如運行的時候 糾動、突然下墜、困人事件等等 我住在19樓 突然跌了一下 它即時停了 我剛剛反應過來 我想按所有按鈕 我是想反應它按所有按鈕 但是它瞬間又正常了 我那時嚇了一跳 如果你是這樣一跌下來 人幾乎的話 你可能已經有傷亡了 你困過嗎? 然後有沒有按求助的? 有,全部都按,但是沒有人反應 為什麼沒人反應 或者是沒人在那邊接聽大家的求助 不知道,後來我就微信問了一下管家 管家他說是因為沒電 當時還有兩個老人在裡面 關了很久 然後關了很久不動 然後突然動一下就往上面掉一層 掉一層他們就趕快 那個到上一層它就打開就出來了 反正有兩次差不多這種情況 報料人何先生說 他住在九棟一座 這棟樓最高是32層 目前有過百戶業主 只能夠靠著兩台電梯出行 有一台是長期現在是很久都沒有修 另外一台就是 你平時他要故意修一下 或者是有些甚麼故障 他只能停 這個田梯就出現 N,即很多次的故障 不是這台有問題,就是那台有問題 不到三年的時間 乾涉身已經換掉 孫子已經是被他們列入大修 除了對出行造成不變 業主最擔心的還是人身安全問題 為此他們多次向物業反映 維保公司也有派人到場處理 記者找到物業以及維保公司了解情況 據悉是因為有鋼絲繩斷鼓 擔心存在安全隱患 物業才會停用電梯 那麼故障的電梯還有沒有其他零件損壞呢 為此,維保公司就這樣回復 我這邊不是很清楚 我要動領導反映一下才可以回復意 要反映一下?要反映多久? 大概 截至到6月7日下午5時 記者仍未收到維保公司的回應 目前,業主以及物業公司 因維修資金 應該由哪一方負責而產生爭議 金陵社區因此事 曾於5月7日 約房管駐村律師進行三方座談 社區協商是先修好之後再算爭議 是看物業承擾多少、業主承擾多少 但是隔個半年、隔個一年之後 你這台又壞了 那我又要交錢了 就像這個無敵動物 我就一直給他們收送水 我一直給他們出錢 電子產品裏面有一個小的 比如是程序錯誤 或者是一些小部件的問題 是會有的 沒有走那個維修基監 顧慮是甚麼? 因為時間短 目前這趟電梯的確過了保值期 他擔心後面的外牆 或者是一些地面 一些大修的情況下 那個維修基金不足 接下來我們都是以精訊意見 和去遊說、疏道、解釋為主 即是有沒有一個確切的時間 解決到的 這個全部都要看業主 收樓宣誌三年 電梯就頻頻有故了 那究竟電梯質量本身就存在問題 還是維保工作不到位呢? 我想電梯公司和業主都應該給業主一個解釋 這個鋼瀾斷了不是小事 這次弄好了 那下次又怎樣? 那會不會又有別的東西壞? 安全問題不用忽視 有關部門能否儘快介入 幫業主解決問題呢? 好,再來看看大家關注電動車的消息 最近廣州市人大常委會 正在制定廣州市電動自行車管理規定 並且發出了一份調查問卷偵集意見 具體什麼內容呢? 看看記者的示威報道 這份調查問卷一共有25個問答項目 主要圍繞電動自行車管理、庭方、違章 及非法改裝處罰方式、與力道等問題展開調查 好像第11條就問到 是否贊同業主大會決定禁止電動自行車進入住宅小區 對呀,那是安全通道 不應該停在那裡 不給停,但是沒人管 電動自行車應不應該進入小區呢? 記者今天也進行走訪 比如在廣州判如的碧桂園東軟小區 有業主表示 有人為了方便直接將車停在流動門口 堵塞通道 對此項目經理回應說 有人規劃是沒有錯位 但是呢 自現在小區的話 電動車是很嚴重的 所以的話現在的話我們是 每天都有去尋查 然後看到的話確實是有影響這種情況的話 都會馬上去清理 然後放到一些比較相對不影響的一些位置 今年3月 我們節目報導過 廣州天河珠江駿員和華景新城桃園庭院 實施電動車禁入小區 這個變化獲得業主認同 如果電動自行車禁入小區 那他們可以停去哪一處呢 調查裡面也問到 是否贊同建設提供電動自行車 現在要交費了 給人家更方便一點 不會那麼混亂那樣子 我覺得很支持的 記者走訪見到電動車亂停放現象非常普遍 在站臨路的路口兩邊已經專門設置了兩片停車區域 但依然不夠位停 電動車見逢插針停在附近的橋底和人行道上 搞到街坊都不夠位行 人經過兩三個一起行 他就已經行不過了 人行到你人都行不到 一輛電動車上去就已經不行了 真是太危險了 因為亂停了 有些人又開得快了 什麼都改裝 我後都很快一些車速 我自己都很怕電動車 改裝了過後 它是危害性挺大的 比如說電池上的 就是很多電動車 現在很多人就是很充值狀的 我覺得這一方面我也很支持 關於電動車違章方面 問卷也都設計了13個問題 其中針對外賣騎手的也都有3個 比如贊同一週內違章3次以上的騎手 在全行業內實行派單管控 另外還有 是否贊同將電動自行車違章行為的 最高罰款金額 從50元提高至200元 廣州市人大常委會法公委表示 這份問卷是為了廣泛徵求社會各界 和市民群眾的意見建議 期待大家積極參與 調查截止時間是6月24日 整體來說從電動自行車 從最後一個上排到現在 還有一個立法來處理 我覺得是一個良性的 一個循序戰盡的過程 而且未來的一個執法 會更加針對廣州來說 更加有法可依 對於使用者和執法者來說 大家都能夠有罪的一個使用 使用和管理 一直以來關於電動車各方面的問題 不單單我們節目 很多街坊都很關注 如何更好管理電動自行車 消除隱患 確保市民的居住通行 都能夠安全 才是我們所期盼的 這次官方收集意見 希望大家都填表出謀劃策 共同管理好他們 再來看看這條資料 有東莞街坊的楊先生和你報料 就是今天去到風巢櫃拿快遞 他說稍少收費 但令到他疑惑的是甚麼 今天不是端午假期嗎 節假日快遞櫃 不是說好了不算數嗎 究竟是甚麼回事 阿榮看看 東莞街坊楊先生說 兆區門口放置了風巢快遞櫃 經常有使用 昨天收到一件快件 打算端午節放假三天 是免計費 於是想著不用急著去拿 沒想到今天去快遞櫃拿件 全取費還是正常收取 記者就放了一些 放置在兆區內的風巢快遞櫃 在取件的電子介面中 最底下有標明服務收費標準 其中標明節假日不計費 以國務院發布為準 不少使用過快遞櫃的街坊 表示不清楚消費標準 平時超過18小時去拿件 系統會收費 包括一般的週六日 放送五個錢我就收過 覺得一免費 那我不知道 那我不清楚 我們都是看手機 很少看這些 就是沒有留意到他這句話 對 對 做大電腦 效果 就是我們取件碼的時候 直至關聯 就看得到那個時間 就是效果比較好一點 今年段午節放假3天 楊先生超時取件 又應該怎麼收費呢 為了核實情況 記者嘗試聯繫風巢快遞櫃的客服 隨後我們又諮詢了另外一位客服 得出不一樣的答覆 記者聯繫風巢快遞櫃方面 但暫未有回應 對此我們也都諮詢了律師 企業明確的是法定節假日不計費 法定節假日是以國務院頒布為準 那麼這一次關於端午 國務院頒布的法定節假日是3天 其中有週末這兩天是聯繫的 那麼這三天是不能夠寄費的 這個公司收了費 那麼依法是應該要退房給這個存放的客戶 律師還表示 企業在定制消費標準的時候 隨著內部要保持一支 對外公布細則時也都應該更加清楚 充分保護消費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 消費者跟這個企業形成了一個保管合同 那麼作為這個企業方 制定這些收費規則的時候 就要寫得更加清楚明白 就不要存在有這種要以什麼為準 就它可以明細到就什麼時間斷 什麼時間斷不收費 就可以更具體的讓消費者 不存在這種起義 那麼雙方就不會有爭議了 兩個客戶的說法都有出入 那麼看來蜂巢快遞櫃的內部 對這個收費標準都不是太一致 客服自己都不清楚 又怎樣清楚解釋給消費者知道 要收費沒問題 但關鍵是收費合理、合法、合規 而且作為這個企業 很應該把收費標準寫得明顯一些 更清楚一些 令消費者明明白白地全取快遞 這是曹慶網網 今天早上7點半鐘 左跟曹慶端州、鼎湖、高邀等多區域 暴雨紅色預警生效 城區出現了多著的積水 部分積水浸到大腿位置 附近還有高考考點 考生出行又是否受到影響 現場情況又是怎樣 李耀一 他們 有住在曹慶高邀南岸鎮的街坊說 從今天凌晨2、3點開始 當地持續暴雨 早上出門一體 路面有不少積水 自己檔口的桌椅都順著水流飄出門外 我今早6點起床 凳都順著門口游水 不知道幾點 有沒有氾花呢? 沒有氾花 沒有氾花有什麼用 那些抹仔濕齊油 店子7樓乾 沸到哪裡? 上大腿有 沸到門口那裡 沸到門口那裡 那就可以衝進去 反正通常是紅綠燈那些大腿最嚴重 到中傑那邊 多深 起碼過大腿的 主要是測行問題 接小孩也比較麻煩 同時部分積水漫入路邊的車輛內 借助馬上到場炒行情況 並聯繫保險公司 預計損失多少? 還沒清楚 不要煩我先來 中12點左右 部分積水已經退去 有多名工作人員在現場緊急處理 但地勢低處 仍然存在明顯水浸情況 有車主為了避開積水 將車開上人行道 有車主就大膽通過 估計可能有30多、40多 肯定會泡水 電路那些會浸濕 然後會短路 它地方不夠高 記者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南岸鎮的教育路 可以見到現在的水位 是浸到我小腿的一半 上下的位置 而在水面的位置 我會見到一些塞料的垃圾 或者其他的一些雜物 而途經的車輛 都要這樣緩慢的涉水通行 距離這裡大概400米的地方 就是肖慶高腰區的第二中學 目前它是作為高考考點的 如果下午要考試的考生 要途經這條路才去考場 會有一定的不便 趕不贏 你還升48 你怎麼考試 這個是不方便嗎 來的路上 有些道路堵住了 不可以走 褲子有一點事 有送考生又表示 今早載著考生 驅車前往考點的時候 途經水浸路段 一度擔心無法安時送到考場 它會進水 底盤那裡 還有它會對腳牙 還有那個激動那裡 會影響很大 如果下車走的話 外面那個水 湯到水 到了這裡 對 到這裡 這裡是哪裡 差不多接近溪溪 也都是街坊說 這樣的情況 已經不是一次半次的了 一直都是這樣子 一下大雨它就水淹了 每年高校都浸 都是高校浸 去年也是 今年現在又高校 這三件年高校都浸 主要是排水問題 它應該是排不出去 是完全是不行 不是這麼慢 是吧 為什麼呢 六半個小時 說浸完考了 那行不行 街坊表示 希望盡快完善排水系統 解決逢雨必淹的問題 中事分 有當名市政工作人員 仍在教育路段 打開井蓋緊急排水 主要在這裡清理到 什麼雜物出來 那些垃圾 衝出來的垃圾 是什麼原因呢 搞到這裡會塞 主要是不是這些排水 這些雜物 這些不是塞 是一條渠滿了水 那為什麼那個路段會塞 不是會浸 低瓦 低瓦路段 三四百米左右 然後深度最深 那當時積水的話 估計是有五、六十分水 停雨的情況下 基本上都很快可以 疏通得到那些積水 肖慶市告要區有關部門提醒 大家在強降雨天氣的時候 行徑低瓦路段 要注意積水深度 避開積水嚴重路段 非必要的話 選擇安全的路線繞行 一場大雨 到處水浸街 連連龍舟水 連連有積水 真的難為周圍的街坊 希望有關部門重視起來 將排水問題徹底解決好 別讓大家每次都眼睜睜地 看著水升 才行 對不對 預計這一輪的強降雨 還會持續 各位老友也要注意 做好這個防洪防路工作 而在珠海那邊 有鄉州區鳳凰雅軒的業主報料 就是今天神七禁倒小區的後山 有巨石滾落 這麼危險 有沒有影響到小區住戶安全 實習記者謝達昇在現場 謝謝 哇 好恐怖 事發今天早上6點50分左右 駐海市鄉州區鳳凰雅軒小區旁 有山體滑波 一石塊滾落到小區裡面 有住戶在睡夢當中被驚醒 很大的聲音 一開始還以為是什麼 因為今天雨水比較大嘛 風也比較大 可能以為是這個什麼 把窗戶 掛到噴噴噴噴噴響 後來照陽外上面一看 才發現一個很大的一個石頭 現在中午時分 記者來到事發的這個鳳凰雅軒小區裡面 我身邊的這一狗 就是今早從山上滾動下來的大石 目測就有1.5乘2米這麼大的體積 而在旁邊的這座山體上面 是可以清晰地看到有被這個巨石 捏壓過的痕跡 而來到山腳的位置 一些樹木和這個小區的圍牆 已經是被壓倒了 周圍已經是拉起了一個境界線 現場目前是一片狼藉的 記者看到草坪上融流有未被清理的石塊 旁邊山體有幾處明顯裸露的土壤 小區保安王先生推測 今早的山體滑坡 可能是近期降雨較多所致 保安介紹 石塊擇中的位置 不是住戶活動的主要範圍 事件當中沒有造成人員受傷 獲知石塊跌落之後 小區物業也迅速進入戒備狀態 同時通知街道相關部門前來處理 小區部門的一些領導 然後他們也是第一時間很積極地 就來到現場 就幫我們勘察現場 然後解決一些問題 所有記者從主開始 向周街道應急辦工作人員處獲釋 經延場勘測 本次山體滑坡造成石塊跌落屬自然現象 跌落石體將其斷折後盡快清理 鑽帶已經看過了 他們的那個評估 評估的那個結果是怎麼樣 小區保安和物業反應也夠迅速 但是近期雨水多 不排除山體會發生二次滑落 希望相關部門掌握時間 清理好周圍的碎石 同時對山體盡能的加固維護 排除隱滑 6月8日廣東省市場監管局公佈了 2024年維護校園食品安全 和涉味成年人食品的典型案例 其中有學校周邊的餐飲店的 腸粉加龐沙 也有商鋪賣過期食品 究竟是什麼商家這樣違規操作 鳳雪,謝謝他 本次省市監局的通報中 請願一學校周圍餐飲店 在腸粉原料中添加龐沙 當事人承認 在米漿製作中會添加小區龐沙 製作出來的腸粉會更爽口彈 他們解龐沙是一種 含有龐礦物及龐花盒物 通常為白色粉末 易溶於水 可以用作化妝品殺蟲劑 因為毒性效高 普遍禁止用作食物添加物 如果人體涉入過多 或會引發中毒 據悉改案中 當事人的行為 違反了食品安全法的相關規定 且涉嫌構成生產銷售有毒 有害食品犯罪 以依法將改案移送公安機關處理 早餐店有時候吃蒸包 九時九時就給它吃 多數都會在家煮麵 煮粉 會有擔心的 就好像那些小腸 我們都不給它吃 又怕它邋遢 然後全部都是粉頭 他們都是這樣說 今天記者隨機來到廣州 一家腸粉店了解情況 店員表示 目前管理較為嚴格 相關部門會定時抽檢 關於校園食品安全通報中 還提及到佛山寄工學校三房措施不合規 肖慶一有兒院 食品加工區有暑職 肖慶一商店違規經營香煙 外營糖果 廣州零食店 進口零食沒有中文標籤 佛山食品店經營超保質其食品 以上通報的店鋪就設在學校附近 據悉相關單位 已依法對攝氏單位、經營場所、 當事人等進行處罰 今日記者也在廣州一些學校周邊 進行酒房在一家小賣部裏面 大部分零食的補質期都比較新 生產日期在今年4、5月份 也是一家大型零食店內店員介紹 會有臨期食品 但一般會特價出售 我們每個月都是檢查日期的 這是安排下來的 部分的話還是有一些進口的 日本、馬來西亞那些 有的來的時候都會配有中文的標籤 必須要貼標籤才能賣 認真離譜 捐在腸粉上添加彭沙 幼兒園的食品加工區還有老鼠的宗織 難道不知道你們製作出售的食品 是給人吃的嗎 怎麼可以這麼而欺 食品安全任何的餐飲場所 都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 更加不是說學校 如果連基本的食品安全防範工作 都做不到的話 市民叫家長、學生 怎麼放心地吃 有關單位必須要嚴肅查處 同時也奉勸各位商家 經營者要引以為戒 規規矩矩做生意 嘉琴相信很多街坊 都會來個中短途的旅遊 隔離福建、廈門、古浪宇 也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不過美麗的海島風光背後 卻隱藏著不為人知的消費陷阱 今日央視新聞記者曝光了 當地一家居客一條龍的現象 究竟有多離譜 目前又整改了嗎?看一遍 日程有記者來到廈門 以遊客身份進行暗訪調查 在這裡有出租車司機 將遊客騙到旅行社經營的散客中心 及高價套票上鼓浪墜 使了高價又被不斷帶入各種店消費 店裡賣的所謂海水珍珠 其實是淡水珠 差價數倍 被導遊帶去所謂的茶欠 其實是推銷茶葉 你押了兩千 那我等於可以回你一千塊 都是走線 當然來人類的人宣傳的跟你宣傳的不一樣 那現在我賣你票 你聽我的就可以了 你不要激動 對不對? 不要在什麼方面的電視 它限時限碼頭的 三個小時回來 到賞車中心買那個不限時電 不限時電 就是喊請出門票加往往同票的 哦 就沒得挑了 168日間 現行有賣 碼頭是登船的 只有賞車中心收票 8日有記者聯繫上鼓浪醉遊客中心 工作人員表示 鼓浪醉官方套票是90元 上島要登船也都只需要35元 央視新聞剛剛曝光說 我們一下這個車 它會有這個滴車司機帶著我們去玩 然後是那種高價 那些不是正規渠道吧 可能的確會碰到宰客的情況 官方的渠道去買船票 然後景點票你上島以後再買就可以了 針對遊客購買高價珍珠的問題 工作人員建議遊客仔細挑選 工作人員介紹 古浪醉官方旅行社 只有一家叫做溫馨旅行社 裡面有專業導遊 建議遊客不要隨意在路邊找旅行社 如果遇到載客現象 可以立即和遊客中心取得聯繫 他們會去核實 找職能部門去現場處理 有合作說這個票有優惠 因為不只說我們廈門或古浪有這種 每個地方都有這種 所以呢 比較保險的話 就是你們都通過比較官方的渠道 去聯繫這些旅行社啊 或者是買票 那如果說我們買東西被騙了怎麼辦呢 打那個315 平常會到我們這邊 我們也會給你們犯規到相關的部門 因為你們熟悉嘛 你比較不好判斷 所以建議您就是通過比較官方權威的這種渠道去買 至少你要維權啊什麼的都會更方便嘛 對此廈門市文化和旅遊局工作人員表示 媒體報導的古浪罪宰客一條龍服務情況已經掌握 正在進行調查核實 針對這件事相關單位通報 事後要迅速展開調查 依法從嚴處置有關違法行為 對古浪罪文家攝氏單位責令停業整頓 對攝氏兩家旅行社門市部責令停業整頓 攝氏一名導遊站購導遊證 同時註銷相關違法違規駕駛員崗位服務證 對媒體曝光的行業開展拉網式排查 這些就是典型的不曝光就不解決 媒體報導員整個就馬上開始 這個說明了這些部門 並不是說不能夠聯合執法 也並不是說不能夠形成合力 那之前呢? 之前做什麼? 真的沒眼睛看一隻嗎? 如果在媒體曝光之前 遊客的投訴 能夠得到及時的處理和反饋 一條龍鞠客的不法行為 能夠得到嚴肅的懲處 古浪語的口碑 何以致此呢? 現在時全國的文女市場都禁捲 但我認為再漂亮的風景 再大的名氣 如果沒有這個合法規範的秩序 沒有這個真摯熱情的服務 也不可能說 唐浸忍痴生 必然會被消費者拋棄 湖北黃江市黃梅苑昏路鎮 在舉辦龍舟賽期間 一支隊伍操作失誤後 龍舟翻側導購 多人在水中一路掙扎 情況危急 落水人員最後能不能夠平安 看看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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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平台的一段現場視頻顯示 紅白兩隊 在龍舟勁盜期間 一支隊伍失控之後 龍舟翻側導購 多人在水中一邊掙扎 一邊試圖將龍舟扶正 其他參賽隊伍及保障人員 衝向翻側龍舟施救 他們龍舟都在那個獅河裡 一個隊伍 他可能就是有點操作失誤 那個龍舟就是有點 往側面倒 然後就一下子翻過去 就扣過來了 有很多人掉到水裡面啊 然後就是有很多人去救嘛 因為那個地方就是我們這邊西河 叫做西河 然後每年都會華龍舟啊 他們就是下面村裡面的人都會組織來參加嘛 有一個比較嚴重啊 最上來的時候就是喊他沒有回應了嘛 據當地村民介紹黃梅縣臨近湖南九江 段期間除了紀念屈原 還因為朱元璋陳友良曾經在附近波陽湖水戰 這道菜龍舟文化氛圍濃厚 參加活動的大多是兩百多名獎首的大龍舟 並且是站立獲獎 氣勢好足 群眾參與熱情好高 每年都有小區域自行組織的活動 還有跨區域的比賽 一般從農曆五月初一持續好幾天 同一日會有多場比賽 記者從湖北黃梅縣憤怒鎮獲釋 改正西河水域群眾自發開展的 隊伍或龍舟活動中 一龍船翻側造成多人落水 經現場應急隊伍施救落水人員 全部獲救上岸 其中一名傷者楊某被緊急送醫 搶救後無後身亡 當地在積極做好善後處置工作的同事 進一步加強對民間或龍船活動的規範服務管理 確保活動安全有罪 實在不容易見到這樣的意外發生 端午期間各地都舉辦龍舟勁道活動 各位爬手們 一定要做足夠的安全措施 提高防範與警惕 千萬不要落極生悲 端午假期有很多傳統活動 在佛山三水的百里三行村 不單有龍船 還有延開百米的種子橙桌液 現場很火爆,看看 在佛山三水的百年古村三行村 種子長桌 現場延開100米 除了當地特色美食長壽粗 和趕蓋珍珠之外 市民朋友還可以欣賞到全國各地 包種技藝 品感來自全國各地的種的呈現 其中最特別的莫過於全城百年的三行種 除了使用微豆、綠豆、五花肉等傳統食材之外 其特色當然是利用當地原生態的藥葉包擦 別有一番清香味道 不單可以用舌煎品相 更可以親自包種 吸引眾多有人圍觀品相 我們來自河南 我們在這個地方吃到不同口味的種子 很開心 帶帶我女兒一起參加這個活動 讓她感受一下我們傳承下來的 包種子的一些手藝 在段期間三水百里將舉辦鄉村旅遊文化節 以豐富多彩的民族特色活動 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遊客 釋放民旅生活力 百里總宴真的看得我流口水 而說到這個端午食種這段時間 市面上各種口味的種子 也開始大行其道 還有不少街坊會自己買種葉 買糯米回來包種 據說現在有一種毒種 流入市場 究竟是甚麼毒種 街坊選購種的時候 又應該住甚麼東西 實習記者梁耀鳳姐姐 記者就放了廣州市內的部分農貿市場 見到有當主出售種葉 據透露他們的種葉都是新鮮摘下來的 經過傳統風乾之後再售賣 未添加任何化學成分 臨近端午了 種葉的需求量加大 拍攝期間 記者也看到有街坊過來光顧 不少筆法商家會使用硫酸銅 將乾種葉反青 但是硫酸銅裡面的重金屬含量高 而人體過量或長期攝入這些元素 肝臟負荷較重以引發中毒 嚴重的甚至會危及生命 那平時我們又要怎樣辨別這些反青種葉呢 值得注意的是 街坊食用種的時候也要留心 因為種裡面的脂肪、澱粉、糖等含量都比較高 比較難以消化 不建議食太多 特別是老年人和幼兒群體、心血管病患者 腸胃消化功能、較弱者等人群 我們都知道糯米的話 它的一個血糖生成指數是 100個是87克的一個血糖生成指數 那往往就是說糖尿病人 他吃完這個粽子完之後 他血糖一下子就飆升了 這個是不適宜 就是我們取少量的山楂 再取少量的麥羊混合在一起 就是沖繩水喝 那第二話就是說 梨子泡汁這樣去喝 這樣也是可以的 總說到最後是糯米做的 應節的話 大家吃一、兩隻沒問題 但記得不要過量 會滯傷的 造成身體不適 鐵片長D5送禮活動繼續禮 來到假期的第二天 應該已經有中獎街坊收到禮物 而我們的快递小鳳馮明子 也會繼續上門 將禮物送給未出門旅遊的幸運觀眾 那今天又去到哪裡呢 哪位幸運觀眾呢 看看他 各位假期玩得開心嗎 今天繼續是快递小鳳送貨上門 但昨天看到片都發現 其實我們這次的端大禮包 不像是廉波泰作戰 還有下次送清涼 那麼隆重這麼多環節 但我們是搞最直接的 將禮品直接送來家 現在很標準的端午節天氣 我們借由遠門口暫時避一避雨 等一等我們今天的眾獎觀眾 來接我們將禮物送上去 你好… 走 你好… 過來送快递 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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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送快递 好… 我說有兩個哥哥會過來 然後他就很開心 他一直在問哥哥什麼時候過來 你會不會說我們是來幹嘛的 有… 我說來送粽子的 他說他最喜歡吃粽子的 我喜歡吃甜的 甜的 紅豆 鹼水粽 我喜歡吃肉的 甜的肉 我喜歡吃甜的肉 我喜歡吃甜的肉 真的嗎 肉粽… 肉粽加白糖 然後裡面有鹹蛋黃 是不是聽起來還不錯 嗯… 我喜歡吃甜的 這是甚麼 公子 我們一共只有12個 12個不夠嗎 我要八、十、九個 你要十、九個是吧 不是,我要一百個 第一名唱歌 對不起,你收到了吧 包括姚生在內 今次端午大禮包的 所有30位眾獎觀眾 我們都公佈在屏幕上 並且已經短訊通知了 各位街坊可以繼續關注 期待我們之後的活動 端午期間的電場 特別準備了 專屬寵粉福利 由九江相徵提供的 端午大禮包 免費送給觀眾粉絲們 共享端午佳節 明天我們會繼續去 幸運觀眾家裡送大禮 看看誰繼續被馮明接觸 你有沒有聽說過什麼 驚心動魄 包你筍到飛起 荷包中將呢 讀起來好像沒問題 但看字 以為我在玩笑 剛才說的 其實都是我們廣東的名賽 6月7日 在鎮海流舉辦了一場 別開生命的粵語比賽 我也在現場去看看 6月7日旁民 今年中國文化和自然遺產日 來臨之際 由廣州市博物館協會指導 廣州博物館及中國大酒店等主辦的 月美共享聲洞灣區 笑實的名賽 兒童粵語講解大賽 其笑實的名賽 第四季發布會 在鎮海流內舉行 10名小選手勢出運 新解數 為觀眾帶來了一場 精彩分程的講解比賽 酥酸甜甜 吃了口脆啤啤 你知道嗎 就是錦露雲湯 經過激烈的國族 來自沙面小學的李佳陽 小北路小學的梁柏魚表現得出 獲得評委的一致認可 勇奪桂冠 如果想說好粵語 究竟又有什麼好辦法呢 小朋友回到家都會想說普通話 因為習慣了 他用普通話跟你說的時候 你就跟他說 你說粵語行不行 你訓練一下我 說粵語 他就會用粵語來問你 你又會用粵語來跟他說話 首先是要從自身出發 自己說 當我講就可以了 比賽之後 消失的名賽 第四季新品 隨即發布 10名小朋友 以此用粵語 為來賓介紹每道新菜式 對於粵語和消失的名賽結合的活動 粵語上升泰斗王俊英 還有我們節目主持人盧俊宇 都被邀請到現場做評委 為小朋友加油打氣 看他們所說的粵語都很純正 能夠用到很地道的廣州話 我覺得起碼保留我們粵語的原汁原味 還有對粵語的利語 能夠充分了解 我覺得這件事真是很開心 現在正經一下那些小朋友 特別是廣州的小朋友 不懂得說粵語 不懂得聽粵語 是一個很大的悲哀 所以我真是很讚賞 這次這樣的運動 希望我的小學生都能夠用粵語 而且說得很流利 又說我們廣州的 食材廣州的名菜 上的應將 見到台上的小朋友發揮得這麼好 我得粵語文化後繼有人 全聖文化就是守望香情 希望大家加油 想翻新間屋 又不知道找哪裡裝修好呢 擔心洗冤枉錢 又擔心施工質量差 擔心無保障 報名參加 由廣東民生頻道舉辦的 家裝換身為民行動 點擊微信公眾 廣東民生地面場 底部菜單活動報名 當作品質家裝 就可以領取到 家裝換身大禮包 家具、家電 全部都和你換身 從簽約到售後 所有你的兒女 一暫式幫你搞正 質量全程有媒體關注跟蹤 質量不達標 答了他 不用多花一分錢 電話020-6262-8888 020-6262-8888 節目最後聽到一首歌 在周杰倫的《已父之名》這首歌 是黑雷微點給你一個 佩露微利的阿雷其樂 他就說 佩佩,你長大了 已經是一名合格的爸爸 再見,佩佩,要開心 好,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多謝收看廣東民生頻道的表演場 打開微信索手DVN場 追入官方應面 可以獲取更多訊息 明天同樣時間 DVN場見 明天見,再見 《魅想》 《魅想》 《九江相政》 《廣東的相政》 《世界的米香》 感谢观看